在王爷心里 我只是寻找巫医大叔的一件工具吗 从长安到乾州 王爷对我所有的关注 都是为了这块石头坠子吗 查我的身世 用家人威胁我 我的存在对王爷来说 到底算是什么 石坠事惯重的 我不得不查 但无论如何 是我愧负于他 也许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缘分了 爷爷 都怪我不好 是我害了楚家 说什么傻话呢 楚丫头 老天爷 偏巧让咱们楚家遇到了你娘的事 这说明咱楚家命中就有你这个闺女 这也是咱们一家人的缘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跟爷爷说说 爷爷绝不会让人欺负你 不是的 爷爷 他 他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大人 他是安郡王 安郡王 你是说在朝礼同管三四衙门 执张整个大唐刑狱事务的安郡王 安郡王 都怪我德于忘形 他这样的身份 连刑部尚书大理寺少卿都得乖乖听他的话 我却把他给弃成那样 都是我的错 楚楚 一会儿 我去求他 他要是有什么不痛快 我就让他处我来 爷爷 爹 哥 我的命都是楚家给的 这么多年来 你们一直都在保护我 为了我 担惊受怕 还受了那么多闲话 现在我长大了 我自己惹的祸 就得自己待 这次 我一定保护好楚家 楚姑娘 锦鱼要见你 丫头别怕 哥陪你去 锦鱼只要见他一个人 这是我家 楚河 哥 你放心 我能信 楚楚拜见安郡王 抬起头来 看着我 你的出身 我今日已经核查清楚 根据你合计考试的成绩 可予以无作资格 不日即刻签发相关文书 无作资格 我是曾经对你说过一些谎话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没有骗你 你的确是一个 难得的毫无作 自我在考场上见过你之后 便想留下你了 但是处处 当官当到我这个份上 是步步如履薄冰 每一个决定 都关乎着身边无数人的安慰 所以我不能凭一级喜悟 来做选择 你身上有诸多我解不开的疑问 我非是不信你 我只是必须顺之在身 我想要留你 就一定要了解你的一切 为了他们 也为了你 为了我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